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北京时间11月5日凌晨 2022年提高市井赛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张伯恒 张伯恒曾获得2021年提高市井赛 男子个人全能冠军等等 本场比赛也是张伯恒的未免之战 现在的张伯恒年龄才只有22岁 本场比赛张伯恒的最大金融对手 就是来自日本的桥本大会 而这个桥本大会 则是该项目的冬天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能小叙的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金牌画面 如同一日 前几天中国队已经掌握了男团的金牌 而6个项目全部都出战了张伯恒 也是功不可没 比赛的时候第一个项目是自由超 而张伯恒在自由超也只能算是正常发挥 在自由超中 张伯恒得到了14.033分 占据第一位 而桥本大会的自由超发挥的机会更加好一些 桥本大会自由超得到了14.666分 逆转占据第一位 自由超张伯恒就已经落后乔本大会0.633分了 第二个项目是阿玛 张伯恒也是非常顺的完成了一整套动作 阿玛张伯恒得到了14.233分 而乔本大会在阿玛这个项目完成的就会更加出色一些 乔本大会阿玛得到了14.333分 两个项目结束后 乔本大会已经领先张伯恒0.733分了 结果张伯恒在掉环中终于爆发了 不管是空中姿态还是完成度 张伯恒都做得非常到位 而张伯恒落地也是稳稳赞助了 张伯恒掉环得到了14.100分的全场最高峰 而乔本大会在掉环子得到了13.866分 接下来在跳马和单杆中 张伯恒和乔本大会打拼了 二者分别都得到了14.900分和14.433分 在双杆中张伯恒的表现也是可却可点的 双杆张伯恒得到了15.066分 力压乔本大会的15分 最终乔本大会以总分87.198分惊险夺冠 而张伯恒以0.433分之差遗憾获得亚军 虽然一汉只获得一枚银牌 但是张伯恒也成功拿到了 该项目的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本场比赛张伯恒的表现也是值得称赞到 张伯恒也是本场比赛 唯一一位6个项目全部多上14分的选手 这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实力 也期待张伯恒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下体育谁是有我大手的想伴 我们下期再会